第184集 碧蓝的海面上 一团乌云不急不慢地在数十丈的高空飞行着 若是不仔细看还以为这是海空中一团普通的乌云 而叶琴此时正坐在乌云之内 将从沈大梁身上捎来的橱蛋是翻了一遍 他原本以为能从里面找到些灵气法器或者原材料之类的东西 不过令他意外的是里面只有一件东西 那就是一本薄薄的旧黄帐册 他好奇地打开 嘴里却不停地嘀咕念叨 深海碧腰蛇腰丹 二截七百枚 深海碧腰蛇辽阳 二截独裁料 各种低阶海妖兽卵 九十八枚 琉璃岛特产香子木 三阶真木三百根 土奴七名 叶琴是飞快地扫过 账策最后的一页 磨算了一下 这上面光是低阶腰丹 便居然多达了一千多枚 而其他的物品更是难以计数 看样子 这账策应该是沈船主用来记账用的 这上面记载的莫非便是那头大翻船上面的货物 沈家船队果然是大手笔 一艘船船上有如此多的货 叶琴此时的神情有些动容 这样一传的货 那可是一笔巨额的财货 就拿那个腰丹来说吧 不知道要费多少的心血 才能够找到如此多的低阶腰丹 他当初为了得到元经 炼制南明里火箭 在混乱之地的火焰山脉 杀了近十万火压 才得到足够的腰丹 提取火压元经 炼成了这一柄火系元神法器 后来是再难以再找到如此庞大的腰兽群了 而这样一艘大翻船 居然便有这么多的腰丹 当然了 叶琴也清楚 这艘大翻船的货在海上并不算太值钱 这大海上的水系腰兽很多 得到腰丹和材料也是相对容易 因为海上风险实在是太大 随时可能一场腰暴风 而丧身于大海之中 如果将这些东西是运回到东鱼镇 那这一船货才算得上是值钱 叶琴几乎生出 立刻就掉头返回去 把这艘大船给截下来的念头 不过 他冷静的是克制了这个冲动 他呀不清楚 大翻船之内究竟有多少的铸鸡鸡修饰 除了那六七名的铸鸡低阶的大汉追出来之外 是否还有其他更高阶的铸鸡鸡的修饰在船上呢 不清楚敌人的实力 自己独自过去接船 乃是太过有些貌事了 叶琴是心中掂量着 该怎么处理那艘大翻船呢 此时 一道金色法器工盟 从海面远方朝那团小乌云是急奔而来 那金光靠近了小乌云团 是还有一二百丈的距离的时候 这才停下 法器上面是占了一位公投修士 由兴奋是转为无比的失望 怎么是一盒乌云 哎呀 老子还以为是一个修士呢 说完那金光的修士便要离去 阿木猛 乌云中是传出了一个惊诧的声音 谁 谁在里面 出来 阿木猛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 猛然的停下是睁大眼睛朝乌云看去 他的神石刚刚才扫阔这团小乌云 可是没有感觉到有任何修士的气息存在 而叶琴看到阿木猛的出现也是无言了 在如此辽阔的东海海面之上 居然也能遇到 当然了 其实他们都是一直往东飞 能在半路遇到啊 也算是正常 唯一的区别是叶琴有定星盘 知道自己准确的位置 知道自己距离某处岛屿还差多远 而阿木猛应该是没有 他只是看着太阳和星辰辨认方向 然后啊 是埋头拼命的在海上一直往东飞 估计他的想法也只是希望瞎猫他真能碰上死耗子 能在海上是找一个落脚的岛屿 叶琴从乌云帐内是露出了一个头 这怎么回事你 阿木猛顿时几乎是呆着住 他吃了一惊 转一眼反应了过来 连忙是寄出宝像轮法器 刹那间一道薄薄的金光将他全身就给包裹住 宝像庄严护身大法 天穷元修仙界最顶级的护身钢器 同时呢 又说一招 金刚浮魔棍也跟着飞了出来 亨利在身前 随时啊 是准备开打 面对叶琴阿木猛是不敢掉以轻心 这一小子修为比他低 但是手段摆出是不得不防 而叶琴呢 依旧是稳稳的端坐在小团乌云帐内没有动 这乌云帐 不仅是一件飞行法器 本身呢 还是一件强大的防御型法器 阿木猛想要攻击他 也不容易 阿木猛呢 此时是瞪着眼睛 没敢轻易动手 早在数年之前 他便和叶琴呢 就算是打了一个平手 没能占到任何便宜 而到了如今 他也没能想出如何赢叶琴 当然了 叶琴呢 也同样没有动手 他跟阿木猛斗过法 当然清楚 阿木猛这宝像轮的防御金兆 强悍的跟个千年乌龟壳似的 就算阿木猛呢 只手不攻的话 想要将那个龟壳砸破 也绝非易事 所以两个人呢 在海面之上 就瞪着眼对视着 呵呵 叶老弟 你我也算是不塔不相识了 无缘无仇 何必都可你死我活 再说 咱们都已经迷失在这海上了 还不知道能活多久呢 呃 何不联手 一起去找落脚之地 阿木猛呢 是猛人大笑说的 他是收回了金刚浮沫棍 尽量的是化解敌意 不过 他宝像轮的护身金兆啊 还是维持着 因为有着金兆在 他才有底 也罢 在东夷镇那场斗法上 两届的恩怨不是 早已经一笔勾销了吗 自然没必要 咱们再斗下去了 孟兄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莫非也是先前那场 妖暴风 叶琴是沉默了一会儿笑道 不错 不小心是被那锋刃给劈下了水中 还好老子护身金兆强悍 否则呀 就被劈死了 叶老弟 你在这附近的海域 可曾发现了落脚的岛屿 没发现岛屿 不过刚才我在前面发现了一条大帆船 应该是从某个海上岛屿前往中途大陆的 叶琴是有意无意地提起了他之前遇到的那艘船 他刚才还在考虑着怎么拿下那艘船 这个阿木猛那就突然出现了 所以让他有了一个想法 阿木猛的宝像轮法器防御力惊人 完全可以让阿木猛过去试探一下这船上修饰的实力 要是阿木猛没事的话 那就可以联手拿下他了 而船上的财货呢 大不了和这个阿木猛一分为二 要是船上铸机器修饰太多 两人联手也挡不住的话 那没辙了 就只有逃之夭夭 这个风险也得由他和阿木猛两个人一起担着不是 叶琴笃定 这个阿木猛啊 一定会对那艘帆船感兴趣 果然阿木猛是露出了狂喜 什么 前面有分船 那船上的人应该知道 这附近哪里有落脚的岛屿了 老子在海上飞了半个月了 一个鸟影都没有看见 都快疯了 阿木猛是粗中有戏 马上发现了一个不对劲的地方 既然有船 为何叶老弟不过去 反而从其他方向走 叶琴是露出了一丝苦笑 我倒是想过去 可也得看人家欢不欢迎啊 我才过去 便有一个筑机器修士想暗算我 被我当场斩杀了 那船上应该还有几名筑机器的修士 我估量着 他们人手有些多 我怕一个人斗不过 所以呢 只能走人 不知道猛兄可愿意和他们斗上一刀 哦 居然有这等事情 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多强的实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经典玄幻类小说 紫府千元 阿木猛是谨慎地问道 他呀 不傻 可不想被叶琴给利用了 嗯 大概有六七名筑机器修士吧 都是低届的普通修为 除此之外 我没有发现更多的筑机器的修士 叶琴是平淡地说 他说的呢 都是实话 半点都没有虚假 那如果是这种实力 以叶老弟的能力 应该能足以对付呀 为什么还迟迟不动手 猛哥说笑了 如果论手段的话 我还有一些 但说到实打实的攻击防御 超猛哥你可是差了很多 才说一个人势单力薄的 万一有个闪失 连接应的人都没有 所以你的出现 我觉得咱俩配合的话 应该能成事 阿木猛听叶琴这么说 掂量了一下 确实呢 也是这么回事 再掂量一下自己的实力 觉得六七个筑机器低节修士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他的法器是横扫一大片 最适合群斗狂攻 况且 叶琴的实力也丝毫不比他差呀 他娘的 敢欺辱到我兄弟的头上来了 走 老子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 阿木猛是连声催促着 若是平时阿木猛呢 还会多考虑考虑 叶琴呢 是不是想坑他 但是此时在海上 枯燥憋闷了大半个月之后 已经是没这个耐心了 而那艘大翻船呢 正是他的希望所在 既然猛兄愿意出手 那咱们就会他一会 走 叶琴是只花了小半个时辰 便发现了那艘大翻船的海上的踪迹 他和阿木猛化为两道光芒 以极快的速度时逼近那艘大翻船 阿木猛见到那艘大翻船时 是精细无比 叶老弟 你之前遇到的就是这艘大翻船 哎呀 这一翻船 远远地看着一个小点 还不觉得有多大 可是靠近了 哎呀 十余栋楼那么高 真好 在这海面之上 是波澜不惊 哎呀 连茶盏估计都不晃一下 跟一艘浮动的微型小岛似的 翻上还有沈家船队的图灰 错不了 准备动手吧 那几个驻机器低阶修士 都交给你对付 其他的交给我 叶琴望了望风帆 沉声说道 好 阿木猛是盯着大风船嘎嘎直笑 他在东海上枯燥的飞行太久 浑身难受 终于是有机会发泄一番了 船上的六七名驻机器的修为的汉子 他们的反应呢 也都不慢 他们很快便感觉到了 有两股逼人的灵压气息 正朝帆船 是急速的逼了过来 那些大汉是纷纷露出惊色 急忙的是冲出船舱 来到甲板之上是查看情况 而此时 叶琴和阿木猛两个人 此时离船呢 不过区区二三里而已 几乎两三个呼吸之间 便可到达 翻船上的大汉们这才反应过来 来的是一名驻机器高阶修士 和一名中阶修士 是慌忙地抛出各色法器 飞上半空 对二人进行抵挡 来得好 阿木猛是一声力喝 一层金色璀璨的光照 就把全身给护住了 是如同一尊怒目金刚 冲入了这群慌乱迎敌的大汉的中间 他呀是根本不管攻向他的法器 是操控着两丈长的法棍 是肆无忌惮地横扫了出去 他是一个也是打 一群也是打 敌人越多 局面越混乱 对他反而是越有利 闭着眼睛都能将敌方修士给砸飞了 而叶琴呢 并没有加入斗法 而是飞身落在了船甲上 那群六七名的铸鸡大汉 有阿木猛去对付那就够了 他过去反而会干扰到阿木猛的施展 他是目光冷冷地扫向船甲 这船甲上除了刚才那六七名铸鸡鸡修士之外 还有一群四五十名的炼器器的修士 他们都是操船的船员 也是沈家雇佣的修士 他们是冲上了甲板手持领导零件 目中惊骇地包围着叶琴 似乎是有种跃跃欲试的冲动 但却都没有胆量第一个上前 叶琴呢是冷哼了一声 朝前方抛出了个厨大 将一具六阶骷髅腰就给放出来了 骷髅腰悠寒的目光 抬头笨拙地望向那成群的炼器器的修士 浑身冒着屡屡骇人的黑气 一名船员来不及退避 被骷髅腰身上的黑气就给沾染上了 惨叫着就翻滚在了地上 转眼间便化为了一堆白骨 骷髅腰怪 哇鬼鬼修士 那一大群的炼器器修士 是吓得是纷纷仓皇倒退树章 不敢靠近 这呢倒不是他们胆小 就算是你大胆 看到这一具高达六阶的骷髅腰 心里那也恐惧地发毛 因为这个骷髅腰随意地喷出一口 湿气毒物就可以将他们化为白骨 这么残酷的现实 谁不害怕呀 而且船上的那些筑机器修士 都在和阿木猛斗法 根本呢是无暇顾及这一边 看样子 那一个人打那一群人都绰绰有余 叶琴在这群人群之中是没有发现其他的筑机器的修士 心中顿时安定 他冷冷地朝这一群修士是贺问道 你们当中哪个是头 出来 这群练气器修士面面相去 但很快的当中一个六七十岁年纪的灰发老者就走了出来 威义功身是恭敬地说道 老朽赵武在船上待了数十年 一直担任管事 有些威望 也算是众人的头了 敢问前辈有何吩咐 老朽必定遵照前辈的吩咐去办 叶琴一笑 这老者呀倒是识趣 丝毫没有质疑 他强行登船 反而呢问有何吩咐 那既然你是头 那就带我去你们囤积货物的船舱去看看 叶琴是并没有为难他们 而是直接说到了来意 既然这船上没有看到其他的筑机器修士出来 他要赶在阿木猛解决所有大汉之前 找到船上自己想要的东西 而那个赵老者呢迟疑了一下 这时却听得半空中传来了一声惨叫 抬头望去 只见一名自己方的筑机器的修士 被那一个人是打成了一团血物 剩下的大汉则更加乱成了一团 赵老者顿时吓得是浑身颤抖 马上说道 是 老朽这边为前辈带路 叶琴操控着摇头摆尾的骷髅腰 是大不留心的往船舱走去 半个时辰之后 阿木猛追出数十里之外 一声立笑 一棒砸死了最后一个 想要逃离的筑机器的低阶大汉 他呢是杀了一个痛快 之后回到大分船 是心满意足的落在了船甲板之上 但是却没有看到叶琴 他是抓到了一名脸色发白的纯员 一问才知道 叶琴是去了货舱 货舱之内 那些修士都死了吧 有没有谁逃走 叶琴是正在翻看舱内的货物 见阿木猛从上面下来是诞声问道 都是一群废物 就算想逃 也得看有没有这个本事 老子在林雾城的战场上不知杀了多少 阿木猛正想吹花一番 突然想到叶琴是林雾界修士 再说下去可就不妥了 不由的是戛然而止 呃 叶老弟 这船舱里面怎么这么多财火 叶老弟 你不会是早就知道这是一艘货船吧 自己看吧 叶琴将内侧寄货的黄泊侧给了阿木猛 阿木猛呢是飞快地翻开了一下 突然是猛地睁大眼睛 目光停留在腰单这一行上 吞咽了一口口水说道 嗯 提解腰单 这船上居然有一千多枚 不过阿木猛吃惊之余 更多的却是疑惑 这本账策 叶琴怎么舍得拿出来给他看呢 如果他不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就算把船上的腰单都给取走了 他也是不知道的呀 叶琴会好心到把珍贵的腰单让给他 那就算是低级的腰单 估计也不可能啊 他们的交情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你自己问问这位赵管事 是怎么一回事吧 叶琴是惋惜地塌了一口气 满脸的无奈 在正常情况下 他当然不会把这账本给阿木猛看的 可是现在看不看是都一样了 我قول 阿木猛看的 我说我这里都会用你的腰单 口色的还有 我说我一ions就不信 我看说我